新竹武丰乡有一命男子周胜义 他因为盗猎因此必须服100小时的劳动服务 但是他因为不放心 84岁的植物人母亲独自在家 于是将插着鼻尾管的母亲抱起来放在车后座 带到15公里以外的地方一起上工 他工作期间还不时回头望着母亲 闲暇之余就要替他擦背翻身 孝心令人动容 把摊了二十几年的妈妈放在车上究竟照顾 这是家住新竹武丰乡的周胜义最不得已的选择 因为车上闷热只能打开车门通风 而他就在视线索急的地方扶老医 就是换尿布那些然后鼻尾管的时候会落掉 我要24小时翻身的 过年前为了要补那些奶粉跟那个尿布那些 我们才去打猎 为了贴补家用周胜义到官物地区猎捕野生动物 因此违反森林法被检方还起诉 罚劳动服务100个小时 周胜义得到几十公里外的一间国小工作 每天就把妈妈带上带下 让附近的邻居朋友相当不舍 每次都要陪他去哪里他要带去啊 然后他会放那个尿布那些 没有人照顾他一个人 如果他能够就近在他的部落里面 他住家附近扶完这个劳役 或者是说有其他机构可以暂时照顾他妈妈 的确周胜义的处境需要帮忙 因为他自己只剩下左眼有视力 听力也有障碍 但对妈妈这种不离不弃的心情 真的让人好敬佩 我妈妈讲讲 我妈妈讲讲